八仙晨暴事件即将建满一年 刺激对伤患的关怀始终都在 那么志工还创作了一首歌曲 《阳光之爱》 希望陪伴晨暴的伤患 走过辛苦的复健路 温柔嗓音唱出复位人心的曲调 八仙晨暴一场意外 让才二十出头的品词 四肢都得穿着压力衣 没办法久战却还是勇敢现身 蛮喜欢唱的 刚唱感觉还不错 鼓励其他人 经历生死关头一路走来 爸爸妈妈看到孩子与其他商友们的 坚强韧性也是感动万分 真的很痛 那我很感谢就是 自己的人都一路这样子陪伴 然后义父人员这么用心的照顾我们 感谢罗师兄做这首歌来就是说 复位每一个伤者的心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勇敢的向前走 仔细的看着乐谱一字一句带着大家推敲练习 不是专业却用真心谱出动人歌曲 看到了这样子的伤患 然后也看到我们的慈激的志工师兄师姐在陪伴这些商团的过程 把那种感觉给表达出来给唱出来 那再见过一些师兄师姐有学过音乐他们的协助 所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很多志工的努力 大家的那种爱心的结合才能够把这首歌给做出来 进到陆一世现身的还有慈激一联会的成员跟志工们 动员所有关心的力量 希望透过音乐将信心盼望和爱送到他们身边 大家喜欢黄金区李建宽台北报道